高以翔一向笑容灿烂,灵堂布置成白色花海典雅大方 高以翔凭借遇见王力川这部巨大过,之后也拍了一些不错的作品 但他本人一直都很低调,更是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除了早些年的《康熙来了》,从27日离世到2日高以翔才能返回台北 高以翔遗体送回家火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原本定的专机最终也改为客机 除了要做防腐的工作外,还要有法医开的死亡诊断书和申请检疫取得检疫证明后才能保关进出口 这期间需要一步步协调配合检查 家属在机场含泪接铃,之后在黑散的护送下把遗体送上灵车 直接送往台北第一殡仪馆,灵堂将设置在殡仪馆对面的金宝轩 高以翔的灵堂一眼望去全部是白色的花,布置圣洁典雅 与高以翔身前的翩翩风度很符合 灵堂现场布满白色花海,桌上摆着水果,气氛温馨动容 在灵堂外面也有粉丝献上白色鲜花 上面的字字句句令人不舍 圈内好友林志玲、曾国成、张本云、聂云都已送上花篮为问 翻译或许矩 五月 明天学院 在建设计雪玲、曾经队被割到油耗。